我眼附近晃悠 看样子好像是想做点什么 喂喂 多看见你了 这时候对面的EZ感到 还是穿着酷炫的皮肤哟 冲上来就是一顿啪啪啪 话说 这天使也太怂了吧 怎么也得拼两下呀 眼看要逃离EZ的追击 看到他开大起手的动作 天使早有预料 哼 やっぱり 谁知EZ更高一筹 大招正好抽他脸上 那 哪里 欢迎来到德马西亚影城 临时演员阿拉夫 勇猛追逐着杂技演员德莱文 临时演员很敬意地倒下了 德莱文只有奋力地逃生 空大了 一个Q没中就算了 居然还空大 德莱文连闪象都没用啊 紧接着又是各种失误 你 你这地雷是往哪儿撒呢 唬谁呢 看到了卡兹克过来 吉格斯又马上选择了撤退 你这 简直是影帝 最终 吉格斯获得了称号 中国好演员 紫色方三人前往下路 遭到对方懵度的阻截 风里眉眉的血量 最后还被无情的上瘾人 闪现 Q 互动 风里眉眉使出魂圈瘦自救逃离 把手持菜刀的梦夺 却追得不依不饶 EZ终于出手 风里眉眉心中无比的感恩 不愧是我心目中的ADC大人 我这就回程给你多摆几个眼 你想插哪里就插哪里 想插哪里就插哪里 想插哪里就插哪里 今天来试试 随时和机器人双勾组的怎么样 他们才是一堆好鸡鹅 首先开场打野 快速做掉自己的蓝buff 然后再结伴迅速的来到对面的红buff 两人之力很快就能收掉 然后躲在草丛 等待对方打野出现 抓到之后就是一顿啪啪啪 有时候随便一抓 就能抓出一朵菊花 这时候第二个钩子再上 双人合力再轮流啪啪啪 很快将它来下 有时候机器人在野区 遇到了一区小伙伴的围殴 有纯实在就可以了 它可以很快帮你拯救 乌迪尔独自来到对方基地台 此时基地台中塔内塔全破 乌迪尔在队友的怂恿下 还是指引要直取水晶 虎头 鸟头 熊头 龟头 尽管对方全力输出 乌迪尔还是不屈的切换形态 奋力点水晶 破了这水晶我就能满极了 可是敌人都复活了 坑尼队友们倒下了都没来支援 还好我硬得跟狗一样 貌似还是不能一威武 乌迪尔最终寒恨倒下 过不了多久 乌迪尔又撑倒覆车 独自一人去偷水晶 虎头 鸟头 熊头 龟头 四神合体 她的这种行为 已经明显的受到了敌方的鄙视 要点逼良好吗 有种正面来战 不服萨拉 不过这次似乎 没能阻止得了禁机的乌迪尔 尽管几人回程拼命的阻止她 水晶已经饥饥可危 此时乌迪尔的血量也是见底 最后还是牺牲了 此时水晶的血量只剩 一丢丢乌迪尔一口屏幕 喷在了老雪上 本周免费英雄介绍 本周免费英雄 除了盖伦 瑞兹 艾希之外 适合上单的英雄有 武器大师贾克斯 暗影之拳 阿卡丽 德马西亚皇子 加文四世 适合打野的英雄有 武器大师贾克斯 末日使者费德提克 德马西亚皇子 加文四世 虚空掠夺者 卡兹克 适合中单的英雄有 末日使者费德提克 卡牌大师崔斯特 暗影之拳 阿卡丽 光辉女郎 拉克斯 虚空掠夺者 卡兹克 适合 ADC的英雄有 卡牌大师 崔斯特 赏金恋人 厄运小姐 适合辅助的英雄有 哨兵之商 加里奥 光辉女郎 拉克斯 魂锁点狱掌 锤石 本周免费英雄最佳阵容 皇子上单 卡兹克打野 卡牌中单 好运节和锤石下路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英雄联盟大事件 想看每周英雄联盟最新动向和趣闻 千万不要错过 每周五播出哦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